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白玫瑰相 说心情极度悲痛 盛盛都有留言祈求安息 这日他还收到开康回应 其实今次这件事 我想是一件很震惊和很悲痛的事 我和太太都是对方的朋友 在这一刻我相信太太需要时间 希望我也不想再说太多 说回新气 晨晨和嘉栋继十年前的韩战后再合作 两位依然竟有默契 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题 大家都成熟了 我不认 你年轻了 好的 但我就成熟了 我想大家最重要是 你回上回片看训练班的时候 对演戏的热成 跟我们在片场上 经常说以前 又要说现在的戏 又要说观众的感受 很多回忆 很多回忆 那灯火没有少到 成长 很开心 对于不用再戴口罩出活动 成成都说很感动 终于可以让大家看到她的嘴 而嘉栋也提到拍摄时 戴的特殊口罩硬滑滑 长期戴着都挺辛苦 不过 怎么也辛苦不过 其中一场激烈藏气 我们最后有一场是 激烈的打斗 动作 动作 床下底不断在床上 不是床上面 只在床下底 床下底 只在床下底 是两个肉搏 一张单人床 一张单人床 对 就要在这儿打 导演就安排了想激烈一点 那变成就不给武器 大家要拳脚 没错 又召了武术指导 是的 还有武士 还有武士演员 但他们都说 这个环境很难处理 那导演就说 不如你们两个自己搞定 是 全程是没有替身的 是 其实整个电影 导演也是安排替身 是 是 不过正式的时候 都是自己来的 有一幕我记得 是被他安排的一些杀手来追杀的时候 是 我是要在一个桥上面跳下 一个跳下去 撞下一架 手推的木车的顶 是 然后再落地下 是 再做反应 然后再走 嗯 我觉得拍了一场戏 我反而觉得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放早了 那个人又会撞到那些木头 是真木 是危险的 那拍的时间里面都拍了几个梯 那OK的梯呢 是差一点就要入医院了 嗯 因为他们放VIR的时候要很快 嗯 要有那个速度 有真实感 那我落到那个木头的时候 其实我头是撞到的 然后再落地下 然后 还要做一个稳稳的反应 那是真的 真是找命拼的 拍这么危险的戏 晨晨有没有跟太太申报的 我不敢说 我都不敢跟我家人说 不敢跟我女儿说 就是不可以说 因为呢 你只会令他们担心 这个是我的职业 但他们会体谅 那我想相信太太都会明白 我们做这一行 只要拍好电影 我们是愿意 你不看着我都没有太太 哈哈 我很难认同你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将来会有 嗯 感动 哈哈 无论为了自己还是家人 两位都要注意安全 射下身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iewone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